他们因山而得名 名气也不小 他们有哪些引以为傲的生产优势 在饲养过程中 又该如何保持并发扬这些优势呢 本期农广天地 请您关注太行山羊养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山羊在我国的饲养历史非常悠久 一直到今天 山羊在我国的广大牧区中 依然在广泛的饲养 我国的山羊品种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 有很多优良的地方品种 其中就包括太行山羊 太行山羊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品种 同时也是肉绒兼用的地方两种 具有适应性强 抗病性好 生产性能好的优点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太行山羊的养殖技术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群羊 全都是太行山羊 太行山羊的公母羊 从外观上看区别不是很大 它这个基本上公母羊都有脚 有的有脚肌 外山羊都有油染 就是胡须 它这个颜色主要是黑色为主 也有青灰色的 也有褐色的 部分有些有白色的 耳朵是直立的 它的尾巴是上翘的 这样乍一看来 单单从外观上 还真的是难以分辨 太行山羊的公羊和母羊 但是仔细观察的话 太行山羊的公母羊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太行山羊公羊的身高 为53到64厘米 体长为60至72厘米 胸围为72至88厘米 太行山羊公羊 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 头大 颈粗 前驱发达 它们的体格中等 体形成长方形 四肢健壮结实 结构匀 毛色主要以纯黑色为主 少数有褐色 灰白色 白色以及各色相间等 和公羊相比 母羊略显清秀 太行山羊母羊 身高为50到60厘米 体长为58到68厘米 胸围为69至76厘米 母羊的毛色和公羊一样 以黑色为主 与公羊相比 母羊的毛要略短一些 母羊的头也相对来说 比较小 脖颈细长 前驱比较窄 但后驱发育良好 太行山羊大多数有脚 羊脚粗壮 脚的形状分为三种 第一种脚是像这样直立扭曲向上的 叫做背脚 第二种同样也是直立扭曲向上的 但是会在脚上面三分之一处相互交叉 这样的脚叫做盘脚 第三种脚是向后两侧分开的 呈现倒八字形 这样的脚叫做八字脚 公羊羊脚更加粗壮 有力 与公羊相比 母羊的脚要纤细一些 认识了太行山羊的外貌 它又有哪些品种特点呢 太行山羊的第一个特点是 行动敏捷 善于登高爬山 太行山羊的四肢强壮 驱干丰满 呈圆筒状 在山区的陡坡和悬崖上 都能够行动自如地采食灌木和野草 对山坡草场的利用率很高 可以说是一味爬山健将 太行山羊的第二个特点是 适应性强 它耐粗似 抗病性好 从山区到平原都可以养殖 是一个好饲养 易管理的品种 太行山羊的第三个特点 它是一个生产性能好 肉 龙 皮 兼用的品种 太行山羊一只成年牡羊的产高率 在130%以上 屠宰率在47%以上 净肉率在34%以上 成年公羊的屠宰率在42%以上 太行山羊的净肉率 在地方山羊品种当中属于比较低的 这主要是由于太行山羊生长在太行山一带 天然的生长环境 使其善于登高爬坡 活泼好动 因此形成了太行山羊 肌肉发达 肉质紧实 肥瘦相贱的特点 使其净肉率比较低 但是这也使其肉质清香 味美适口 深受大众的喜爱 另外 太行山羊的毛质 绒质 皮质也很好 一只成年公羊的产毛量为0.4千克 产容量为0.28千克 成年牡羊的产毛量则为0.35千克 产容量为0.16千克 公羊的粗毛长度在11.2厘米左右 绒毛长度在2.36厘米左右 牡羊的粗毛长度在9.5厘米左右 绒毛长度在2.86厘米左右 太行山羊产毛产容量 在地方山羊品种当中属于中等水平 这和其生长的自然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太行山羊皮质优良 板面光滑 富有弹性 是优良的质格原料 太行山羊的这些特点 使它深受广大养殖户的喜爱 总体来说 太行山羊是一个肉 绒 皮 兼用的两种 具有生产性能好 适应性强 奶粗似 抗病性好 肉质鲜美特点 认识了太行山羊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太行山羊 是怎么养殖的吧 自从我国实行封山禁木以来 能够放牧养殖太行山羊的地方 就越来越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摄氏保护品种 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那么要想养好太行山羊 首先便是要建造舒适的 适合羊群生活的养殖场 太行山羊的养殖场 有两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平原养殖场 另一种则是山区养殖场 无论是哪种养殖场的建设 都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首先应该选择地势高 干燥 排水良好 被风向阳的地方 其次 建成后的羊舍 一定要坚固耐用 保暖 通风 最后 羊舍场地 一定要有充足的运动场所 这一点主要是根据太行山羊 或不好动 善于登高爬坡的习性来确定的 在平原建造养殖场时 羊舍首先要远离居民生活圈 羊舍内建造双排卷舍 合理利用空间 羊卷中间为管理通道 卷舍要通风性能良好 保温性能良好 在山区建造养殖场时 朝向要依山设而定 被风的地方 另外还要有一定的保暖性 羊卷无论是在平原 还是在山区建设养殖场 羊舍的面积大小 都要根据饲养的估摸来确定 一般每只成年羊 要保证有一到两平方米的空间 比如说你养了50只羊 那么羊舍的面积 就应该在50到100平方米之间 太行山羊是一个天性活泼 喜欢运动的品种 因此羊舍的建设过程里 一定要留有充足的运动场所 保证太行山羊 在生活过程中 有充足的运动场所 另外太行山羊怕湿 洗温暖干燥 所以无论是平原 还是山区养殖场 羊舍内最好是泥土夯实的地面 并且要保持羊卷的干燥 除了前面讲到的之外 还要在羊舍里 为太行山羊设置 饲料槽和饮水槽 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 饲料槽的宽度在30厘米左右 长度通常按照一米的槽位 饲养三只羊来计算 这样的设计 主要是为了保证每只羊 都有吃草料的位置 不会发生争抢 造成老七幼的现象发生 想要后代品质优良 选种配种工作至关重要 在繁殖后代的过程中 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太行山羊养殖技术 刚才我们对太行山羊的养殖场地 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 肿羊的饲养管理问题 肿羊的选择对于养殖户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肿羊品质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后代的品质 那么对于养殖户来说 要如何选择一只好的肿羊呢 这个五短一长是当地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 总结出来的经验 五短一长是相对比当地的其他山羊品种来说的 太行山羊在养殖过程中 有一部分和当地的其他品种杂交 出现了一些外贸特征上和太行山羊相似的山羊 但这些山羊都不是纯种的太行山羊 那在选择种羊的时候 就需要挑选符合太行山羊外贸特征的山羊 这五短一长就是当地选择种羊的标准之一 另外我们在挑选种羊时 还要选择食欲旺盛 眼大明亮有神 性器官发育正常的公母羊 这样选择的种羊繁殖的后代 不仅能够保证羊群品种的纯正 而且繁殖的后代羊品质也会更高 太行山羊的繁殖性能较强 性成熟期一般在五到六个月龄 这时的小公羊就会出现一些爬胯的行为 这样的小公羊一般都会被养殖户选为后背种公羊 等小公羊达到十二月零时 又符合我们挑选种羊的条件时 就会选为种公羊使用 一般配种的比例按照一比四十来进行 也就是一只种公羊可以和四十只种母羊 进行交配繁殖 一般一只优良的种公羊 可以使用八到十年 挑选好合适的种羊之后 就要做好配种前的准备工作了 为了做好配种工作 我们要加强种羊在非配种期间的四味 为配种做好充分的准备 非配种期间我们要做到粗料和精料相结合搭配四味 同时还要保证充足的这个矿物质和微生素补充 种羊在非配种期间 四味分为粗饲料和精饲料 粗饲料一般可以是玉米接杆 底瓜秧 青甘草和甘树叶等 投喂时间分为早 中 晚 各一次 公羊的投喂量一般在2000克左右 母羊的投喂量在1到1.5千克左右 精饲料则可以是玉米 豆粕 麸皮等 投喂时间分为上午和下午 各一次 公羊的投喂量在250克左右 母羊投喂量为200到250克左右 在非配种期间 除了保证充足的饲料以外 还要保证充足的饮用水 除了前面讲到的以外 根据太行山羊的生活习性 还需要将种羊每天带到固定的运动场所 进行自由活动 或者每天将种羊赶到固定场所进行放牧 种羊的放牧不需要单独进行 只需要把种羊和羊群一起进行放牧 就可以了 羊群放牧可以让羊群自由采食 这样不仅增加了饲料的多样性 也增加了羊群的运动时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有了疑问 我国已经实行了封山禁牧 怎么还要将羊群进行放牧呢 首先要明确封山禁牧 封山禁牧是针对有规划的林地草地进行的禁牧 对于除此以外的农田草地 坡地等不算林地的 不属于封山禁牧区 是可以进行放牧的 种羊跟随羊群 每天进行自由活动或者采食 不仅增加运动时间还增强种羊的体质 防止种羊过于肥胖 为羊群配种做好准备 当配种前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时 就可以准备配种了 那何时可以进行配种呢 太行山羊的发情期 在每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 发情周期为18到21天 在配种期间 除了每天要保证种羊的粗饲料的四味以外 精饲料的四味量要适当增加 保证种羊的营养 公羊的投喂量可以增加到 每天投喂500克 母羊的投喂量增加到 250到300克左右 投喂的时间和非配种期间的四味一致 除了保证饲料的公积以外 还要保证种羊有充足的饮用水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每天必须清洗饮水槽一次 以保证饮用水的质量 太行山羊多采用的是自然交配的方式 自然交配时将种公羊和种母羊混群饲养 按照40只母羊中 放入一只种公羊进行混群饲养 从而达到自然交配的目的 自然交配之后 如何判断种母羊是否怀孕呢 主母羊从受孕到分娩这段时间为妊娠期 时长为147到150天之间 母羊在怀孕期间也要注意四位的营养均衡 保证胎儿的正常发育 母羊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期间 是妊娠前期 胎儿发育缓慢 母羊怀孕的后两个月 是妊娠后期 胎儿发育较快 因此根据母羊妊娠前期 胎儿的发育状况不同 母羊人生前期和后期的四位也会有所不同 肿羊配方肿的话 我们一般封为这个 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 妊娠前期的话 和这个青年母羊四位的方法基本一致 最后到后期的话 在这个精料方面 会增加到250至500克左右 适当地增加母羊的运动量 保证它的体质健康 饲料的投胃时间 依旧是粗饲料早中晚三次 精饲料上午下午一次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妊娠期的母羊一定要避免惊吓 避免羊群的拥挤顶状 造成母羊流产 早产的现象发生 妊娠期的母羊经过150天左右 就会产下羊羔 母羊生产后的一到三天内 如果标情好 就可以不加精饲料 只进行放牧或者四位饲料 以免母羊消化不良 但是三天之后 就要适当地增加精饲料 保证母羊有充足的母乳 一般每只母羊 每天的精饲料投胃量 在250到300克 太行山羊从出生后 到断奶这段时间为哺乳期 时间为2至4个月 哺乳期的羊统称为羔羊 此时的羔羊生长发育快 因此在哺乳期的羔羊 要加强四位管理 为培育种羊或者育肥羊 打下基础 出生一个月的羔羊 一直跟随着母羊 母羊在吃料时 羔羊也会随之采食一些饲料 这时就训练了羔羊采食的能力 出生后40天的羔羊 就进入到了过渡时期 羔羊从吃奶 逐渐过渡到吃饲料的过程里 这时我们应逐步减少 羔羊的喂奶次数 增加饲料的思维量 并适当增为一些优质的饲料 饲料以优质清饲料 和精饲料为主 精饲料参考配方 与哺乳期母羊是一样的 思维方法也是每天思维两次 逐步提高羔羊的进食能力 减少羔羊断奶后的应激反应 等羔羊生长到第三个月时 体重达到4000克左右时 此时就可以逐步地进行断奶 断奶后的小羊就进入了育肥期 育肥期时间一般为10个月左右 断奶后的小羊 慢慢地适应了没有母乳的生活 一般情况下 不单独为小羊准备饲料 而是让小羊和其他羊一起采食 太行山羊产绒多 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特点 因此每年春季 就要为太行山羊进行殊绒 殊绒一般在3月中旬左右进行 这时山羊的绒毛停止生长 天气一天天地热了起来 如果不及时进行殊绒 就会影响山羊的生长 为太行山羊殊绒时 所用的工具就是这样 自制的铁爬 殊绒时要顺着毛生长的方向 进行梳理 太行山羊作为一个优良的地方品种 抗病性强 发病率低 但依然需要为其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 刚刚断奶的小羊需要进行驱虫 小羊驱虫一般选择在小羊断奶以后 另外小羊还需要其他疾病的防疫 针对太行山羊必须进行的防疫疾病 有口蹄病和羊痘等 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的 畜牧收益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 小羊经过10个月的预肥之后 体重达到36千克以上时 就可以出栏销售了 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 品质优良的太行山羊 就会被选流成为后备的种羊 进行保肿工作 太行山羊的保肿工作 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太行山羊作为我国古老的地方品种 在养殖的过程中 随着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越来越高 太行山羊逐渐地被市场上主流羊所替代 如今的存栏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 就拿河北五安的太行山羊来举例 太行山羊一直是五安当地畜牧业中的 一个主要养殖品种 在上世纪80年代 五安当地的太行山羊的存栏总量 曾高达10万只 但近几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 例如养殖效益更加的养 或者对太行山羊进行杂交的 这些原因都使得太行山羊数量逐年下降 到了2009年 五安当地的太行山羊存栏量 下降到了三万两千只左右 太行山羊数量的大规模下降 使其保肿工作势在必行 在河北五安 农牧部门通过划定保肿区 建立种羊核心区 向广大养殖户提供种公羊 强化品种 到了2016年年底 五安当地的太行山羊存栏数量 恢复到了三万七千只左右 除了五安当地实行了保肿工作以外 太行山羊生存的其他主要地区 如山西 河南等许多地区 也建立了多个太行山羊保肿场 保护太行山羊的品种资源 不会消失 太行山羊作为我国古老的地方品种 它的品种资源价值 是其他山羊所不能替代的 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加强 太行山羊的保肿和开发利用工作 能够使太行山羊保持良性的发展 同时还能不断地提高 让太行山羊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